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1月25日 今天是星期三 今天是年初四 年初四繼續祝大家新年進步 年初四叫做羊日 有時會寫作一隻羊的羊 就有 一句說話叫做三羊開泰 三羊是甚麼呢 三羊適逆經的朋友就會知道 這個叫做泰掛 所以還有一句 叫做皮極泰來 皮字 其實是跟否字的寫法一樣 不過這個時候就讀皮 但是我們要說的是早一天 這個叫做 年初三尺口 尺口真是出事了 尺口 立即就是有 人就是吵架 這次的主角是叫做外賣男 VS就是公屋戶 這個 自從多了這個 就是外賣的 Apps 社交媒體 平台 就像Uber 多了很多人 偶爾就跑去做外賣員 其實真的不是開玩笑 真的可能甚麼人都會去試試做 其實我也很有興趣 打算去試試 倫敦太多人搶著做了 所以就算報了名 很久也沒有通知 後來可能也不了了之 我們也有很多朋友剛剛在英國 剛剛在香港過來英國 初初沒有工作 大家都先送外賣 送外賣 真的是一個 是part time工作來的 好 很多人 就是這樣 的時候 有空就去做外賣 並不是全職外賣員 這個時候 居然引來 就是一些人 對外賣人員 出言不信 引起這個外賣員相當不滿 結果 外賣員 就是所謂一句KO他 外賣員說甚麼呢 我們當然是 說完支持六部曲 先說下去啦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建設性留言 記得嘗試回覆網友 增加回應率 最近的覆蓋是有一點 有一點復甦的跡象 可能跟大家努力也有關 所以大家記得回覆留言 可以回覆網友留言 敲叉回覆 好 請大家 記得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3個頻道 記住 星期二得道 後備是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中的後備 星期二新聞集團 真的記得訂閱喔 因為真的要拿來用 好 請大家繼續 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打開我們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睛 加無限烤大法 經濟能力許可的朋友 希望你訂閱Patreon支持我們 還有 裝了Pie Network 記得按閃電鍵 看看甚麼事 話說 24日就是初三尺口 據說網絡上面熱傳 但我也找了很久就找不到那條影片 不過不要緊 有齊了所有對白 叫做 外賣仔 涉戰白甲眼 有外賣員送外賣的時候 就是被這個客人得罪 就是 開口埋口 就說他是外賣仔 甚至乎就是 粗言餵語 雙方引起罵戰 結果外賣員 最後 忍無可忍 就說一句 我有車有樓 你住公屋而已 這條新聞 有大量的藍莓 當成是熱話 引述 他這句標題 當然我也採納了 當然 我們不是完全認同 不是有車有樓 就可以KO別人 不過 如果 對方 真的一心覺得你是送外賣的 用這個身份 攻擊你的工作 我們是很主張 以牙還牙 如果對方 是因為你的身份 而看不起你 而他覺得 你的工作 很低下 其實你 用這樣的方式 去還擊 也不可以說是錯 因為我去送外賣 別人看不起我的原因 說你是外賣仔 是因為經濟原因 不是因為其他原因 不是因為 價值觀問題 不是因為民主自由 不是因為政治辯論 這個時候 你用 經濟來KO他 我覺得沒有問題 不一定要說每次 只是說經濟 就一定要是藍絲 當然 他在電光火石之間 就想到這一句 也可能跟他的腦海裏面 覺得有車有樓 也很重要 其實全世界人也覺得是這樣的 當時的影片就是這樣 男客戶問他什麼公司 然後說我給了錢 外賣員已經跟他身後的女子正在爭執 說他現在串我呀 錢不是問題呀 現在串我才是問題 男人客戶就說我沒有串你呀 他說他叫我外賣仔嘛 外賣仔 就忍不住了 著了火 外賣仔我有錢過你呀 覺得外賣仔 這個字 就是在侮辱他 就算不是外賣仔 很多行業 你幫他加一些字上去 也可以 令到那個行業的人覺得相當不高興 不過有些都叫他慣了 你不會覺得有貶義 例如駕駛的士 叫他的士佬 駕駛的士 叫巴士佬 你可以叫外賣員做外賣佬 外賣佬有沒有貶義呢 如果外賣佬沒有貶義 其實外賣仔為甚麼有貶義呢 這個又不是很理解 不過可能跟態度有關 到最後 滴不滴士佬 巴士佬不是最大的問題 你的臉 你的臉太細 你的臉太細就是一個問題 很明顯這個女客戶 肯定是言語 和表情之間 是觸動到這個外賣員的神經 令到他覺得自己受辱 男客戶就說他那麼囂張 外賣員繼續指著他來罵他 你先爆粗呀 男客戶就說我沒有爆粗呀 外賣員繼續問他 你沒有爆粗呀 我不是龍的 看回前文後理呢 就是外賣到底 是不是需要付錢的問題 好像就發生了爭執 不知道他這個外賣呢 是透過哪一個平台 做的了 總之 跟金錢有一點點關係 但是到了後面 外賣員覺得那張單 的錢就不是最重要 覺得他的自尊心受挫才是最重要 他繼續執著女士說那句什麼外賣仔 應該似乎跟收錢有關 似乎外賣員想查清楚到底 公司是不是已經收了錢 因為如果不是 可能把單單 外賣員收不到外賣費 於是大家就起了爭執 而這個客戶 對外賣員的態度就相當不客氣 令到這個外賣員到最後 相當之憤怒 所以外賣仔就忍不住了 外賣員 不好意思 外賣員說 你叫什麼外賣仔呀 不斷叫外賣仔 外賣仔有錢過你 這個時候的女客戶 就說我是客人來的 你可不可以不要這樣對我 我是客人來的 外賣仔就說外賣員 就趴著了 他說怎麼樣 客戶大了嗎 你猜你 買百多元東西 就真的大了嗎 買百多元外賣 有外賣員 送貨過來 那麼可不可以叫人家做外賣仔呢 這個問題也挺複雜 不過正如我剛才所說 這些問題 很明顯 是叫做白甲眼 針對著你的工作 針對著你的 身份 在外國會怎樣呢 在外國真的不可以這樣 如果人家來幫你弄水喉呢 首先第一 你叫水喉佬他也不知道為什麼 第二 就是這裏的特性是甚麼呢 這裏的習慣就是找人幫你弄東西 他 是真的覺得 自己是過來 幫你的 不是來欠你的單去做 所以這裏 整體的 氣氛的習慣就是找人幫忙 對那些真是師傅是相當之客氣的 如果住得再 偏遠一點 或者北方 又或者人口比較少的地方 例如黑池 你要求別人來弄東西就慘了 千萬不要想像香港那一套 隨手黏來 揮一揮手 有幾個人應理機 絕對不會發生 有人肯認理機 你很快點抄下他的電話 有空問問他 可不可以過來幫我看看呀 同一時間 雖然外賣員本身 可能真的是覺得自己受辱 但是 既然他也清楚自己知道 自己有多少身家 自己有沒有樓 自己有沒有車 那麼何須要 跟公屋居民在那裏吵呢 可能這個客戶 真的態度有問題 你其實也可以這樣叫他 叫他做公屋女 公屋女 他為甚麼會知道他居住公屋 因為他送外賣上去 所以他就不能走 不過又這樣 我又幫公屋女辯護一下 你又不要小看別人居住公屋 可能別人的公屋自己賣了 又或者別人是公屋賦戶 所以你又不可以 一方面 別人 說你是外賣仔 你覺得別人看不起你 另一方面 你又因為別人的房子是公屋 你又看不起別人 其實 在同一時間 所謂你一句KO他的時候 其實 你又KO了自己 又犯了別人相同的錯誤 戴了有色眼鏡看別人 我覺得 就是 Tick for Tech 即是甚麼意思 人家對你好 你就對人好 人家對你不客氣 你就對別人不要客氣 這次是個女士 聊他在先 所以我覺得始終外賣員是正確的 不知道甚麼時候會發生 這個公屋大反擊 下次公屋居民 叫外賣的時候 輪到 被外賣員看不起 被他處理住公屋 不知道到時候會不會有新的影片 叫做公屋居民一句KO外賣員 到時候的對白可能說我搬了啦 我買了私樓啦 我剛剛 走回來叫外賣 不過 上了車 可能反而要哭 畢竟現在的樓市 香港的情況 都相當之惡劣 所以 有樓有車都不代表甚麼 這個世界是說循環 尤其是農曆新年 農曆新年 你說十二生肖 你說甲子 正正是說循環 大家不要忘記這個道理 不要說 你永遠可以如日中天 中國大陸就是最佳例子 所以大家也不需要 那麼快 放棄 大家的理想 就是因為匹極太久了 最壞的東西 去到最壞的時候 跟著就會好了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收是收一個月的暗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暗金了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住也覺得挺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紀裏面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以及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會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接下來怕封網 尤其是可能Youtube上不到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使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沒錯 以後片尾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